看來大胖 真鐵人 放棄就不會成功喔 哇 太震撼了吧 這麼大師的人就這樣悄悄地跑過來 大家好 我叫徐展琦 我的會號叫徐大胖 我看來成功 我在今年5月4號挑戰完成了 Challenge Taiwan 113鐵人三項比賽 我沒有因為化療 還有身上的刀疤這些病痛 而放棄了所有的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跟著我一起來運動 運動可以讓身體更健康 放棄就不會成功喔 加油 8年前外號徐大胖的徐展琦 還是高三生卻罹患了淋巴癌 他曾經想要放棄生命 在歷經上百次化療和開心手術 他保住了生命 這裡是人工血管 已經拆掉了就是得癌症的人 都會裝人工血管 其實我身上到處都是罷患 出院後 徐大胖跟著朋友 開始騎單車 直到朋友問他 要不要參加Challenge Taiwan 鐵人三項 徐大胖豪記師徒答應 不過 這才是考驗的開始 當時的徐大胖超過140公斤 從在運動中心副執行長羅威士 特別為他量身打造訓練計畫 沒想到徐大胖真的做到了 訓練過程苦不堪言 對胖子來說 最痛苦的當然是跑步囉 一開始大胖跑不到200公尺 感覺心臟就要快跳出來了 但是他就是不肯放棄 我會鋪長的 就是他比較 像我有時候看他跑步 就覺得跟他說 欸 大胖夠了 你今天量夠了 跟他還是說不清花花的 就是 就會比我還要求 還要做更多 今年5月4日 減了30公斤 只有105公斤的大胖 一約參加台東舉行的 Challenge Taiwan 鐵人三項 大胖利用鮪魚般的身材 先順利通過游泳1.9公里的考驗 接著就是自由車90公里 最後到了路跑21.1公里的終極考驗 雖然大胖因為跟自行車相撞跌倒 泰式拖的半穴步伐 以8小時20分53秒的成績 完成鐵人三項113公里的挑戰 進來快點 進來 進來 不用整理 超級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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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轻易去放弃一件事 因为你没有去试试 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试试 现在的许大胖 已经不需要再做化疗了 他常在台北东区练跑 如果你看到许大胖 许大胖很好认的 别忘了为许大胖加油 动新闻 许大胖继续跑下去哦 报道